各位飙迷们好,今天是5月1日 五一劳动资公众假期,今天不用上班 起床没多久就想想,今天带什么标号呢? 是的,标迷通常有这个问题,每天都有这个问题 接着就想想,不如带一下一只IWC Pilot Chronograph 小王子的版本,有一段时间都没带过 我也有这本叫世界晚标年间 每年都入手一本 现在这款是Pilot Chronograph 43mm版本,我心目中的Big Pilot 都是46mm,但当然近年都缩小了 有这本年隔,或是揭开来看看 今年22至23年的IWC手标是怎样呢? 揭开到这版,IWC成立年份 是1868年的瑞士牌子 当然是 价格是$57,000 我想是最低的 应该很多都是比这个价格贵的 先看看有什么手标呢? 首先有Big Pilot's Watch Big Pilot 我心目中,那些通常都是46mm Big Pilot 当然是二次大战 IWC也有推出Flieger手标 帮德国空军推出Flieger手标 之前也说过,还有另外四间标厂 也有推出这些比德国的飞行员手标 包括Larko,Stowa,Alain Auzern 也有的 这一款现在出的Big Pilot版本 看到的是43mm标径 43mm标径 即是说现在的Big Pilot's Watch 也是43mm 即是它的Chronograph 即是我自己的版本是43mm 原来就跟现在的Big Pilot's Watch 是一样大小的 即是说现在的Chronograph 应该会再小一点 先看看 旁边这一款 它写着 Pilot's Watch Chronograph 41mm 即是标径是41mm 而且它用了这种标项的质料 就叫做Ceratanium 就是磁化 即是Ceramic再加钛金属 即是又轻又硬 基本上 用它的自家机身 我估计 它的編号 接着防水性能100mm 是的 沒錯 标径是41mm 这一款是80,000多港元定价 这一款接近10,000港元定价 因为它有特别的物料 还有一款Pilot's Watch Chronograph 旁边 这一款也是41mm标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 很特别 很特别的颜色 太金属 刚才这一款就是Ceramic再加钛金属 这一款就是钛金属 便宜一点 就是61,000多港元定价 还有一款Pilot's Watch 这一款是特别的版本 应该中文就叫做太浩湖 即是这个名字 用陶瓷的这一款 但很漂亮 白色的 防水60米 刚才那一款是100米 这个60米 但这一款就大一点 44.5mm标径 限量是1000枚 限量版本 有太浩湖 有水的代表 有没有山林的代表 也有山林的代表 也有山林的代表 叫做woodland 深林地 是吐瓷材料 限量1000枚 定价是8万多元 8万3000多 跟刚才太浩湖 看完之后 还有另外的系列 Portofino Portofino Crograph 39 有计时功能 Portofino 是八多年推出的 走斯文的路线 Portofino 本身是意大利 一个沿海城市的名字 是度假胜地 所以它也用了这个 来命名它这个系列 有计时功能 有透明底盖 防水50米 39mm 39mm 計时手标 越出越多 吹响也是缩小 原来是入门的 应该是这款 57000元 刚才它说过 商品价位是57000元 这款 应该是最便宜的 我都很喜欢这个设计 斯斯文文 上班 一流 佩戴 对呀 常想着上班 不过没办法 很多时候 大标的时间 都是在工作 上班 除了Portofino 之外 还有 Portofino 通常这个设计很大 然后有些火车轨 因为它当年推出 1939年推出的时候 已经是很大的手标 大支的斯文标 当时我相信挺破天方的设计 有动力储备显示 防水30米 如果这支防水性能高一点 就好了 42mm 非常之 即是一支 蓝色熊猫 所以这支都挺漂亮 定格 是过10万的手标 还有一支 这支 就是Portofino Automatic 最简单 但原来价钱也不是最简单 因为它是用了18K金的材料 所以就贵了一点 所以看来看去 最便宜都是这支 Portofino Chronographs 39 即39mm 今天是假期 有机会 待会就去尖沙咀 吃东西 好像1881的商场 也有IWC的专门店 不如就带着我这支 Pilot Chronograph 小王子 小王子出巡 还是大王子出巡 因为现在43mm 已经是Big Pilot 不理他了 小王子大王子出巡 就去尖沙咀 去尖沙咀 去尖沙咀 看一看 很快就去尖沙咀 H1881 因为我还在九龙 所以去尖沙咀 就没有难度 看一看 它经常有新的展览 好像有些 舊的上年 铁皮的机械人 那样的展览 应该是 它设定Retro AI 现在大家说 AI好像很先进 它就是Retro AI 即是復古的AI机械人 是不是立即童年玩的玩具 回忆 回来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公仔 也可以来打卡 拍一拍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拍照 今天是五日労动节 公众假期 亦有很多香港人 或者旅客来拍照 拍打卡 但我发觉IWC这个专门店 好像比较冷清 大家没什么理解 不要紧 我特意来关照一下它 看看外面有什么手标 因为都不是逗留很久 所以不断以外面看看 刚才也说过 Portofino Portofino Automatic 系列 简约斯文的设计 而且也看到有金壳版本 我相信很多标迷都喜欢 不过Portofino 这些比较斯文的版本 可能都有一批捧场客 这些还是双转的版本 真的很漂亮 还有这些 Portuguese Your Club Chronograph 有非反计时功能 有60米防水 有透底 它叫做Your Club 我觉得如果有100米防水 跌落水也不太害怕 60米防水 油水应该不太好 不过它叫Your Club 在游艇甲板上 不要跌落水就没问题 除了刚才的Portuguese Chronograph 还有Portofino Chronograph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系列的计时标 我发觉外面没有放到Pilot's Watch 可能进去主门店才看到 外面放了Portofino和Portuguese 再看一看 这个环境都很静 我发觉外面有很多人 但进来又不是我想要中这么多人 所以都很开心 叫做来打卡 IWC的专门店 Heritage 1881的专门店 都要在外面拍一拍自己的Pilot's Watch Chronograph 还是小王子的版本 因为今集是要带小王子出巡 去尖沙咀看一看 所以真的很开心 趁放假可以做这件事 看一看 真的很漂亮 小王子通常都是蓝面的 所以你看到蓝面 都应该是IWC的小王子版本 或者如果大家喜欢用法文 就是Le BDEPRINCE 小王子版本 我现在去到海边 尖沙咀海旁 看看景色 真的很漂亮 每次来都觉得非常吸引人 也看到很多游人在 果然是五一黄金周 虽然未去到疫情之前的高峰 不过也不少人在 又再看看 我刚才也按了计时功能 让它计算一下 其实没什么特别想计算 不过看到计时标 当然要按一下 也不知道计算什么 不要紧的 总之是玩具来玩一玩 这个布局一看就知道是计时手标 还有Pilot's Watch 通常12时位置有三个萤 再加两点 也是很传统的 飞行员手标设计 而且说得小王子 真的要让小王子露一露 都是60米防水 所以还是不要掉下水 可以小心一点 60米防水 Special Edition Liberty Prince 今天很开心 有机会和大家看看雜誌 又出来走一走 再带小王子出巡 真的很开心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不同的牌子 像今天介绍的IWC 支持地区小店 什么店铺也好 还有我拍片还未订阅 麻烦大家支持 对我来真的很大推动力 我也会多点出去 找不同的议题拍下 有趣的手标拍下 还有隐世的标杆 帮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这一集 五一劳动节的分享 拜拜